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向量的最后一节课程,向量的点击 在学会向量点击之后,我们就可以结合上一节课程的内容来简单的模拟一下光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向量点击的计算规则 点击,点击的计算结果是一个标量 标量就是不带方向的量 因此有时候点击也称之为标量级 我们假设U等于UX,UY,UZ,V等于VX,VY,VZ 那么向量U与向量Y的点击就等于UX-VX加上UY-VY加上UZ-VZ 其实向量的点击也就是两个向量对应的分量的层级之后 点击的定义不存在明显的几何意义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结果是一个标量,而不是一个向量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余弦电离可以发现一些关系 余弦电离如下 两个向量点击的结果就等于两个向量的长度神移 两个向量的夹角的余弦值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当我们提到两个向量之间的夹角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最小的夹角 而且这两个向量必须是共起点 而且这个夹角必须是大于0,小于π 比如我们可以来绘图看一下 假设这是向量U 这是向量V 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两个向量的夹角 指的就是这一个夹角 大家注意 这两个向量一定是共起点 它们是共起点的 这一个夹角就是锐角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顿角的情况 比如这是向量U 这是向量V 那么它们的夹角就是这个角 大家注意 这一个角不是它们的夹角 这是向量共起点的情况 那么如果两个向量不是共起点的 比如这是向量U 这是向量V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确定这两个向量的夹角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平移 比如我们把这一个V向量平移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它们就是共起点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夹角是小于180度 大于0度的夹角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角度就是这样的 这个角度就是向量的夹角 当我们知道了 当我们知道了余弦定理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公式 来得到一些有用的几个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余弦 先进行平移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余弦函数的曲线图 通过这种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角度为0的时候 余弦的值为最大为1 当角度为90度的时候 余弦的值为0 当角度为180度的时候 余弦的值为-1 在0到90度的时候 余弦的值是一个正值 在90度到180度的时候 余弦的值是一个负值 我们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性质 比如当向量u和向量v的点击的值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u和v是互相垂直的 当于和v的点击大于0的时候 向量u和向量v的夹角是小于90度 当向量u和向量v的点击小于0的时候 向量u和向量v的夹角是大于90度 当我们学习到这里之后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模拟一下3D的光照 我们首先来模拟一下光照的过程 假设这是一个平面 在上节课程当中我们学习到 可以通过向量的差距来得到一个平面的法向量 这个法向量是垂直于这个平面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光线的方向 假设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束平行光 那么我们知道 当这束平行光垂直照射于这个平面的时候 这个平面接受的光最多 这个平面就越亮 假设 这束光是垂直照射这个平面 由于这束光是平行光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这束平行光 我们现在用一个向量 L 来表示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观察一下向量L和向量N的关系 当光线 当光线垂直照射于平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向量L和向量N 它们的夹角最小 根据 根据 根据刚才的余弦定理 我们可以知道 当它们的夹角为0的时候 它们的值 就最大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 光线 光线和平面 光线和平面垂直的时候 光线 光线强度最大 光线 强度最大 余弦定理的 直也是最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斜射的情况 假设认 假设这是光 是这样斜着 照射进来的 在这里 我们同样定义一个 向量L 来表示 这是光的方向 L的方向仍然与 光线的受入方向相反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光线方向L 与法线的夹角 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余弦定理的图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 随着角度的增大 余弦定理的值就越小 当它无限接近于90度的时候 它们的值就为0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 光线 垂直于法线 其实也就是光线 和平面 平行 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光照的强度 最小 余弦定理的值 为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 一束光 平行于这个平面 那么这个平面肯定是 接受不到任何的光照 那么这个平面 其实也就没有被光照住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余弦定理的值 就为0 当我们磨底了 这一个光照的过程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使用 余弦定理的值 来表示一个光照的强度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余弦定理 在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余弦定理的结构 是两个向量的长度之极 与它们夹角的 余弦的 极 假如 假如向量U和向量V 都是一个单位向量 那么向量U和向量V的点击 其实就等于 它们夹角的余弦值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两个向量的点击 一定是大于-1 小于等于1的 然后我们去掉-1到0的情况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图现 假如我们的光照方向 是从下面设上来的 在这个时候 大家其实就可以发现 从下面设上来 那么你上面肯定就照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将 90度到180度的情况排除掉 因为它已经照射到 平面的背面 当我们排除了 -1到0的情况之后 剩下的就为0到1 我们就可以用0到1 来表示光照的强度 最后我们用一个向量 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光照的颜色 我们 那么最后的 平面的光照 颜色 其实就等于 光照的颜色 神异 它们的强度 最后我们在UVT3D里面 来实现一下 这个简单的光照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小球 将它的位置重置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UVT3D里面的光照效果 我们打开我们的平行光 然后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还可以调节一下 平行光的光照强度 我们现在关掉我们的平行光 然后创建一个shader 好 现在我们来冰显一下我们的shader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光照的颜色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光照的颜色 为白色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定义一下我们的光照的方向 最后我们来定义一下我们的光照 强度 大家如果看不懂这个shader的这些东西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会在后面的学习当中讲到这些 我们现在只是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光照的算法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光照的算法 首先我们来 首先 首先我们来定义我们的光照方向 在之前我们说到 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我们计算 我们一般都会定义光照的 与光照相反的向量 然后 我们对我们的光照方向 进行规范化 同样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的发现 进行规范化 然后我们通过两个性能的点击来得到光照的强度 最后我们排除掉 小于等于0的情况 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最终的颜色 就等于我们的光照颜色 神异我们的光照强度 神异我们的外置的光照强度 最后我们在Unity3D里面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我们编写的 模拟的一个简单的光照的一个效果 大家在这里看到 我们这一个平行光是没有加进去的 在这里把它删掉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里面 是没有平行光的 一个人光都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小球 它模拟出了我们的光照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来调节一下我们的光照的颜色 比如说像红色 然后我们可以来调节一下我们的光照的强度 然后我们可以来调节一下我们的光照的方向 现在我们光照的方向是朝着Z轴的 我们可以让它斜色 那么Y就为负1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从上面这样斜色下去的 我们还可以调节一下Z轴 让它从右边斜色到左边 那么它的方向就应该是负1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如果从左边射到 如果从左边射到右边 它的方向就为1 然后可以随便改一下这个值 到了这里 我们在模拟这个简单的光照效果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用到了之前课程的所有的知识点 这个也就是我们先学习数学的好处 掌握了基本的数学之后 我们在后面做这些效果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信手连来 完全不会因为某个东西不会 而痛苦好久 比如我们来回到我们的这个显示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罗姆那一字是我们之前学到的 这一个点神是我们之前学到的 这个整个向量 也是我们之前在学在学习过程中学到的 比如向量和速神 这也是我们之前学到的 那么在整个光照的这个效果里面 其实就包括了我们之前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至于基础的向量部分 我们也就是学习完成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就会开始学习到矩阵的运算 矩阵的运算是基于向量运算的 那么在讲解矩阵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讲解向量的一些运算 就希望大家要熟练掌握向量的运算 在我们学习矩阵的时候 就会显得非常轻松